我們受盡了多少的侮辱 多少的虛辱 不斷的來打壓 尤其柯文哲 公開的 請他的網軍來攻擊我 那館長就直接罵我 罵我們是假民調 最近又發明一個新名詞 叫什麼民調什麼 我又搞不清楚 反正罵得很難聽就對了 只會罵人吵架嘛 最後結果怎麼樣呢 我們等一下再談柯文哲的下場 那這樣第一個問題 就是先把民調的過程 我剛剛講的 我每天給季司道先生一份民調 每天給聯合早報一份民調 純證證明我們在過程中的技術能力 可以在國際水準 讓國際可以信任美地島民調 不是只有今天這個結果 因為今天這個結果大家看到 我現在把過去十天的東西給大家看 大家不相信嘛 可是我通通給了紐約時報的 即使道先生也給了這個聯合早報 大家一起來 由國際大媒體來幫我們存證 那我們國內媒體很多好朋友也都有收到啦 可是那個會有爭議性 所以我們不要談 因此就是說在過程在結果 我們都做到專業跟公正 跟完完全全的這個科技的水準 達到世界水準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剛剛講的 只有一個目的 就替台灣人爭一口氣 替我們戴利安先生證明 我們戴利安先生的團隊是國際水準的團隊 我想不單國際水準 大概一般的國際公司 包括我們亞洲的一些 國家要在做這個選舉的預估的話 大概都還沒有能力做到 利安做到這種預估程度 應該不敢這樣做 應該不敢這樣做了 我們算膽子很大了 這是意高人膽大 這第一要我先說明一下 那第二個比較遺憾的 我今天必須要說明 就是說我剛剛在 我們今天在東升在開票 開票過程當中 我們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預估 就昨天以前講的 就是柯文哲是柯老三 一直講柯文哲柯老三柯老三柯老三 那我今天非常的傷心 跟非常的難過 並不是說柯文哲我們那有什麼仇恨 大家都不要誤會 我已經70歲了 我沒有個人的恩怨 我非常的憤怒 跟非常的傷心 原因在哪裡你知道嗎 很簡單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今天柯文哲 用誠實的面對他的民調 誠實的面對他自己的處境 他就會非常做到他什麼 科學理性務實 他就會尋求跟國民黨合作 他就不會那麼驕傲 因為他一天到晚講 瞧不起侯友宜嘛 所以侯友宜給你選也選不贏嘛 他羞辱侯友宜 從頭到尾羞辱侯友宜 從頭到尾羞辱 每一個人 也包括 郭台銘 包括朱立倫 只有跟柯文哲交涉過的人 通通通被柯文哲羞辱 對不對 那羞辱的目的就是他很簡單 他說他可以 他媽媽也講了嘛 我們家就要做總統嘛 就要當總統嘛 好啦 那總統現在你沒有這個實力嘛 我們苦口婆心的告訴你說 你沒有實力 你不要這樣硬幹嘛 這個報復平和 硬幹會有什麼結果 很簡單今天你看到嘛 賴清德的得票很簡單 就是41%左右嘛 就將近59%的台灣人 贊成下架民進黨 贊成政黨輪替嘛 贊成要做聯合政府嘛 這麼簡單 有將近六成的人都 民意都支持柯文哲 跟侯友宜的合作關係 結果你罔顧這些民意 然後你用一個編一個謊言 來騙大家說我會贏我會贏我會贏 結果把這些到昨天晚上 搞了一堆人 我們就看到確實有效果 因為這10天的民調蓋牌過程當中 他不斷的用像催眠的方式 去來呼喚他的科粉的支持者 結果呼喚到有26%27%的支持度 也算很高嘛 對不對 300多萬票 結果是證明了什麼事情 證明了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嘛 那你欺騙的目的何在 他欺騙大家 結果變成柯老山 今天不是他的目的嘛 他不是這種目的啊 那他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那有可能他是被黃山山騙的 有可能他被假民調騙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講兩個嚴重的問題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他的支持者 我昨天講的 都是20歲到40歲為大宗 他現在總共有300多萬支持者 投票給他 不能說不少 換言之長 柯文哲的肩膀上 是肩負了300多位選民的賦予他的責任 跟期待 這個期待代表什麼 你知道吧 代表著未來這些人 為什麼要投票給你 就是希望你能夠幫他 創造一個未來嘛 創造一個好過好日子 做安定生活的可能性 就那麼簡單一件事情 結果你騙他們 你騙他們的結果會變怎樣呢 現在好了 像賴清德當選 賴清德當選 結果會出現怎麼樣呢 北京絕對不會接受賴清德 不會接受嘛 那520之前 美國國務院的第二軌道的代表 這個葛萊儀也講了 請你520之前 請你賴清德廢除台獨黨綱 這個很簡單 我知道不可能做到嘛 那不廢除會變什麼情況呢 那就開始嘛 就明賴清德的開局的第一件事情 是幹什麼 就跟習近平吵架嘛 這麼簡單啊 你台灣就故意跟習近平吵架 吵架以後的結果 永無臨日 沒有臨日啊 那我簡單就講很簡單 在一年內 馬上國台灣的外資 要來台灣投資的人 現在本來就不會來了嘛 因為你跟共產黨搞不好 然後撤退就一大堆了 所以台灣的景氣 在賴清德政府的執政之下 一定快速的下滑 那快速的下滑 最重視上班族是幾歲的人 就是20到40歲 這些上班族 這些要靠薪水吃飯的人 要靠薪水租房子 養小孩 生小孩等等的人 就是你柯文哲的支持者 然後你就把你的支持者 一次一股老的 全部推向毀滅之冤嘛 推向地獄嘛 柯文哲就把你的支持者支持你 你跟人家要錢 然後他要募款200萬 我今天又聽到林玉峰跟我講說 他還拿了假民調 他拿了民調去跟企業家要錢 他昨天他的募款募到最後的一分鐘 59分 停止募款 所以你搞了半天 你搞選舉目的是為了搞錢嘛 明明第三名為什麼要騙人呢 奇怪 騙的結果 你今天就變成沒有辦法面對台灣社會嘛 台灣社會就看你 不管你有七席立委 八席五席都不是很重要嘛 你柯文哲是一個沒有道德的人 道德還是一個做人的基本 你台大醫學院教授嘛 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你很簡單 你欺騙你的支持者 讓你的支持者 對把你的支持者推上地獄 然後讓我們台灣陷入這種戰爭的邊緣 讓台灣陷入跟共產黨爭吵的邊緣 變成亞洲的火藥庫 這是你幹的事情 幹完這個事情以後你有什麼好處我不知道 然後第二件事情更可惡的 你知道嗎 他如果過程當中面對的這些問題的話 他不要騙人 我們現在我沒有抱怨賴清德當總統 但是如果一個合理的一個競選的過程 民主政治最偉大的是什麼事情 就是選舉的過程當中大家有公開的辯論 賴清德如果感受到選票壓力的話 他會接受敵方競爭方的政策的意見 比如說當時侯友宜提過一些健保的意見 賴清德馬上就說過去馬上執行 換言之講賴清德會接受侯友宜跟柯文哲 非常理性的合理的要求 甚至於包括逼賴清德跟共產黨一定要面臨要上談判桌 要有一個用智慧來取勝 不是靠挑釁來取勝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一個藍白河你會獲勝 第二個你在競爭的過程當中提出你的意見 你的意見會改變 會讓賴清德有壓力去改變他的政策 他會想辦法會請蔡英文幫忙 請美國幫忙跟習近平溝通 讓台灣避免戰爭的威脅 讓我們的景氣可以恢復成長的可能性 起碼你的台獨路線可以稍微緩和一點 結果你連這個對賴清德施壓的可能性 你也放棄了 為什麼 因為你說你會當選 你就不要跟他辯論了嘛 你會當選人辯論個屁啊 所以我就說柯文哲害死台灣人 結論是說柯文哲害死台灣人 更可惡的害死支持他的年輕人 沒血沒血一點一點這種良心都很煩的 連一點良心道德感都沒有 因為你支持你的人都是最可憐的年輕人 都是將來的命運又被人載割的可能性的人 你要救他們大家 結果你把他們推向地獄 就是柯文哲這次幹了一個爛事情 我先簡單把開場先講一遍 把我個人非常的傷感也非常的火大 因為我已經70歲了 我沒有什麼要求沒有什麼需求也不想當官 我也不怕太心得我也不是國民黨人 對不對 所以我先把這個概念先跟大家交流一下 譴責柯文哲的詐數跟他的欺騙 尤其他沒有良心的他用這個詐批騙的方式 對待他的支持者 這是一個非常沒有道德的行為 我先把第一段跟大家做個解釋 然後你要不要先進QA還是直接進 可以先進QA 對 就說對 parce對 好可愛的 我先進QA 能離開嗎 比如說卡